只需要带领关心乌俄战火 俄国现在提议乌克兰的五个城市 暂时停火 并且要开设人道走廊 但是目前却只有在东北部的苏梅市 连厂开放 甚至在开放前几个小时 苏梅市的住宅区 还是被俄军猛烈的空袭 至少造成21个人不幸被炸死 乌克兰痛批 这么做根本就是种族屠杀 种族灭绝 而其他几个开设人道走廊的城市 像是首都基辅 还有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 因为俄军一再地违反停火协议 让人道走廊计划一言再言 说好了要开设人道走廊 俄军却在走廊开通前的深夜 对苏梅的住宅区 一共投下约500公斤的炸弹 眼前一片断圆残壁 现场几乎都被移为平地 情况惨绝人寰 西方国家痛批 俄国既然同意开设人道走廊 为何要狠心下重手 距离俄国边界只有50公里的苏梅 乌克兰当地时间8号上午9点到晚上9点 暂时停火12小时进行人道撤离 撤离民众中有些是非洲跟中国的留学生 外界的援助物资也趁着人道走廊开通的机会 运抵苏梅 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 许多民众快要活不下去 手机只能临时集中一起充电 不少人躲在地下室避难 人道撤离行动一言再言 而在基辅近郊 监视器拍到一辆疑似俄军战车 在街角看到一辆乌克兰轿车 竟然直接炮轰 一次炮击不够 接着再发射两发 将汽车轰得支离破碎 一对老夫妻惨死车内 乌克兰痛批这根本是种族灭绝 刘雍伟编译